火鸡真的能吃吗?2020年圣诞节,老美消耗了一千万只火鸡。如果火鸡好吃,中国人为什么很少吃呢?如果它难吃,又怎么销售上千万只呢? 姚明2002年在NBA服役的时候,就曾经和队友吃过火鸡。用餐前他兴奋不已,但是在用餐的时候他后悔了,这哪是鸡呀?分明就是硬直板。 直至2010年,在美国生活8年之后,姚明还是吃不惯火鸡。可能有同学质疑,说不定啊,姚明是不习惯美国饮食,所以才觉得不好吃。 如果这么说的话,咱们换中国的厨师。美食补处王刚,大家都知道吧,任何食材倒塌手里都能变成美味。 但是在面对火鸡的时候,却翻车了,只见王刚一顿操作猛如虎,火锅底料王林薯,烤箱加温三小时,吃到嘴里笑便姑。 一口下去,肉又柴又干,鸡肉纤维太粗,咬得很为劲儿,就连旁边的郭杰瑞也赞同这个观点。 咱们中国人很少吃火鸡,不仅是因为火鸡难吃,更因为它太大了。 火鸡是真的大呀,每时能长到10到40斤。 而咱们中国常吃的白鱼鸡,出篮的时候顶多也就四五斤,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量鸡。 因为火鸡大,一顿吃不完,扔掉呢又太可惜,只能囤着下顿吃,几十斤的鸡肉一吃就是好几天。 鸡是换着花养座,搁谁呀,谁都能吃到兔。 所以很多美剧说,都是许多人聚餐的时候才会出钱火鸡,平时吃饭哪轮得到它上桌呀? 反观咱们的白鱼鸡,四五斤,这重量一家人刚好够,味道还不浪费。 除此之外,火鸡的养殖周期长,需要四五个月才能出来。 反观咱们的白鱼鸡,仅需一个半月就能出来。 说到这儿,可能有同学就问了,这火鸡那么难吃,养殖周期还长,怎么老美他们还吃呢? 要想知道这个答案,得从四百年前说起。 1620年,英国宗教动荡,一些清教徒为了不被国脚压迫,驾驶渔船流往海外。 经历60多天的漂流后,一部分人到达美国东海岸,在这个荒郊野岭中遍布着野生动植物,其中这火鸡是相当的常见。 当时正值11月寒冬,衣衫蓝绿的清教徒们处在陌生的环境,加上食物匮乏,所有人的状态极其可危。 眼瞅着这群人就要去见上帝了,结果上帝提前出现了。 原来是善良的美洲原住民,送来兽皮等衣物保暖,还送来了火鸡等食物食用,这才把半死的清教徒们抢救回来。 为了感谢原住民,清教徒把每年的11月第四个周次定为感恩节,将狩猎的火鸡做成美食, 给原住民享用。 其实在11月底吃火鸡,除了感恩之外,主要是受制于火鸡的生长周期。 野生火鸡每年4月破合,6个月左右才成熟,所以到了11月底才是吃火鸡的时候。 所以这个感恩节吃火鸡的习俗就保留了下来。 即使50年之后,入侵的英国人大量屠杀原住民的时候,也没忘了在感恩节吃火鸡。 而现在,随着感恩节的声势浩荡,许多人在圣诞节也跟风吃火鸡。 特别是2020年的圣诞节,全美消耗了1000万吃火鸡。 即便消耗量如此巨大,但他们也只是在重大节日吃,平时的时候没事碰这玩意干嘛。 擅长中的马脱颗 发生了两章